注意看,只要是剃须刀用久了之后,这个刀头都会变顿,怎么办? 今天教你一个好方法,不用洗,不用擦,连这个户头个儿都不用打开,让它变得锋利如新。 方法非常简单,我们只需要把它泡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。 我们取一小杯这个自来水,这个自来水放在这里之后,我们家里面吃饭用的这个食盐, 把这个食盐给它倒在里面,做成高浓度的盐水,之后家里面的牙膏杀菌消毒, 研磨的作用,我们把它挤入这个牙膏,这个溶液我们把它搅拌均匀, 用这个东西能够让剃须刀自动打磨干净啊,把它搅拌均匀, 把它搅拌均匀之后,拿一个剃须刀,就比方说这个剃须刀吧, 两个都可以啊,不管是什么剃须刀,泡在这个里面就会变得很锋利, 怎么泡呢,你不要直接放进去,你让它头朝下, 像这样子给它打开,泡在这个水里面,你看到没, 直接像这样子给它清理啊,这个水正在往里面进,又出来, 这个是自动清理的,直接把它泡在这个水里面, 让这个剃须刀空转就可以了,我们只需要坚持一分钟左右, 拿出来,这个刀头就会锋利如新, 牙膏和食盐具有研磨,杀菌消毒的作用, 用它们研磨这个刀片,刀头,非常有效啊,你看, 我们坚持一分钟左右,像这样子只把刀头给它泡在这个水里面, 进行内部循环就可以了,你看这个水, 进去了又出来,自动清理,自动打磨, 打磨个一分钟左右,我们把它拿出来, 之后把它找一块布放在上面, 像这样子按着它,让它空转, 看到没,这个效果立马就出来了啊, 这个多余的水分已经出来了, 从头到尾,不用洗,不用擦, 也不用打开这个地方, 直接放在这个地方,十几秒钟它就会变干, 这样子就会非常方便了,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,我们把它给关掉, 这样子又能用上好几年呢, 分享给你啊,跟新的一样锋利, 我们下期再见。